我 羽� tener 帶著助after 今天要來更新影片 這裡是哪 我們 繼續走藍海中央線 現在藍海中央線已經進行好幾集的 不過呢 只要進行結尾的部分了 只是呢 先來看一下地圖好了 那麼大家也看一下地圖 我們現在是在... 好長啊 我現在是在賀爪站 對 我們搭配地圖來看的話呢 賀爪站後面還有 城板、岩鋼丁 趙順勳來好了 岩鋼丁、城板 然後接下來是日金站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會到 然後整個中央線的終點站 日金啦 不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地圖上面 其實還有兩個分岔的出來的車站 一個就是 城野丁 還有西城野 那麼 依照這個車站的配置 我們 這一集不會是最後一集啦 下一集才會是完結 所以下一集大家還可以看到 西城野 還有城野丁 那麼比較重要的是呢 這個分岔點是在 等一下我們要去的 下一站岩鋼丁啦 所以拭目以待 我們現在在賀爪站 先出發好了 坐上火車啊 關門 所以呢 完結篇應該是下一集啦 我是把中央線做為 整個第二季的完結 所以 所以 就是這樣 那麼第三季我們要做 或是做什麼 我還沒想好 到時候再跟大家報告啦 好 你看這邊就是 分岔點啊 有人說 這邊的配置很像 北捷淡水新一線的 北投那一段 其實是差不多的 我也是照那個地方 的 偉大配置 去做一些修改 然後就變成現在這種 欸 有沒有超速應該是沒有 因為我這裡有設60 等一下看一下 欸超速了 先減慢一下 基本上我在路線上都有設速線標 所以照我的速線行駛比較好 其實我們也快到了嘛 好啦那我們到岩岡定站啦 有點卡 這站也是蠻大的 所以 等下FPS 在整條路線上 應該會降得非常低 請大家多多包涵 有點降太慢 有點lag 停在這邊 好 這站也是超大規模 就是為什麼 我這次還是一樣 三個禮拜才更一次影片 因為這個 蓋蠻久的 不過是這站我 從構思到蓋完 總共花了大概 十個多小時喔 好 所以 這裡就是 岩岡定站啦 四個月台 然後呢 我們現在這個月台 是前往日經方向的 然後 有新的出口標示 因為我之前都沒有做出口嘛 所以出口要往什麼方向都不知道 好啦好啦 那麼這一站呢 其實很特殊 大家可以看 這一站的月台長度有150公尺 所以就 如果之後 聽說 一哥正在更新 他會把北捷的車廂 做得跟真實世界的 北捷車廂一樣長 因為他現在做這種修短型的 所以如果要變成跟真實世界一樣的話 月台長度 這個站超大的 所以樓梯什麼的 連通道要做得 層級一點 而且這一站的地勢蠻高的喔 你看這超級挑高的天花板 旅客服務處兩個人 而且這一站空間蠻大的 所以就給我一些空間去做一些事情 這個是 售票處啦 其實這一邊 這裡的出口是水池 這是一號出口 然後呢 這整個就超恐怖的 連站牌都放大成兩倍大 跟大家看一下好了 因為這裡呢 其實是一個跨歸的水域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這邊的水資源很豐富 就可以做一點小巧思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真正的入口是在這邊 所以這邊外面呢 就可以做一些 室外擺設啊 之類的 喔 所以這裡就是 很多 跟水有關的裝飾啊 小河流啊 什麼的 瀑布 因為這邊 地區天氣非常炎熱 所以用水 去降溫 剛剛好 二號出口這裡 LTR Store 就在這邊 然後可以做啊 可以吃點東西 買一點報紙看啊 然後當然也有 How are you today 那麼這一樣是 路線圖 我現在路線圖都放小一點了 如果那個 六格那麼高水看得到 好這就是剛剛的 中央線路線圖啦 可是我們現在是在岩岡町嘛 等一下要繼續走 我們會到城板和日金啦 我標示我做了一下 所以現在呢 很多標示都加入西城野了 然後 那其實呢 可以站四個月台 可是有兩個月台 是可以去 往青野方向的 因為呢 主要 大家可以注意到 淡水新一線啊 如果你在北投站搭的話 他到新北投是指到這邊的 有沒有 可是呢 因為我做的 運行方式 是從 西城野 直通到青野去 所以就不像 淡水新一線 就只有北投到新北投的狀態 所以這個 所以另外一個月台的調度 就有很多種方式可以用了 當然啦 也可以放一點 西城野到 岩岡町的區間車也是可以的 就變成跟北投到新北投的配置很像 那這邊是 往那個 你看這裡有一個青野 那邊有一個青野 那當然啦 這邊是到西城野的路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 左邊這兩股是 西城野到青野 然後 右邊這邊呢 是日晶到青野 然後呢 這個站 這邊用了很多像這種 鋼筋啊之類的 然後 應該大家可以注意到了 每一個柱子 是兩根粗的嘛 然後 上面加了一些 支撐 支撐的鋼筋這樣 喔!所以難怪這裡會超卡的 你看這上面 我其實編織這些鋼筋的圖案 就編了很久有沒有 我現在花超多時間的 那麼 這邊 其實晚上看起來蠻漂亮的 當然啦 這些 車站的介紹 我可能會講的比較簡單一點 如果大家想要再繼續看的話 可以再找個時間 在直播裡面 帶大家再來走一遍 哇哩咧 車輪都不見了 好啦那我重擺好了 好啦 那我們 我們車子又接好啦 可以繼續囉 關門 看一下 那我們 全進 當然啦 左邊兩骨 因為還沒有蓋完嘛 所以還是封閉的狀態 大家可以看到左邊那邊有 有 有紙充檔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 往我們這邊 喔!我們要離開 岩岡丁啦 整個都是鋼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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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呢 如果要去西層野的話 就是往西邊走了 就不會再往北邊走 嘿!加速 喔!這裡可以開80 沒問題 我不會開到80啦 就開到75這樣 這邊有點沙漠地形 這一整路其實就 地形變化蠻多的 喔!已經降到60了 剛剛都沒加速 你看這邊都是 喔!這邊有一點那個 網園啊之類的 這一個路線 其實可以看到蠻多 那種地形變化 生態系蠻豐富的 喔!我們快進站了 可以減速啦 我覺得我減速減得太快了 那我們到城板啦 誒!城板站到啦 城板站就比較普通而已 可是因為呢 這站比較特殊的是 它 是蓋在一個 起伏比較大的地形上 而且還跨過河流 等一下我們下去看看 哇!超亮的 好啦!城板站 城板站的配置就 很像一般的那種嘛 測試月台 喔!這裡就有 城板 先到一樓去 好啦!那我們這裡是城板 就一個普通的小車站 喔!這邊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的那個 標示就有改 喔!那麼 因為這站比較小 只有販賣機 然後呢 空間蠻大的 其實我沒有想到要做什麼 也許跳街舞在這邊表演也可以 然後 然後 那麼 2號出口這邊 它的地勢就比較普通 所以平平的就進出站了 可是呢 1號出口的話 喔!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從這邊 有河流 從車站下面經過 因為我常遇到這種狀況 所以我乾脆做出這種 特殊的配置 啊!那這邊就有樓梯下來 這邊是1號出口 喔!水池 實在是 很容易變成那種配 裝飾啊 很簡單 你只要挖個 空間 然後 水池的 那水的出口做一點 小小的 有沒有 這邊變成一個很漂亮的 擺設了 那麼這邊就是城板站 那麼 從外面看是這樣 然後呢 河流會從車站的下方經過 那麼就不會擋住河流了 也讓河流順順的過去 那麼這可以變成跨河的 這蠻好玩的 只是呢 我在旁邊沒有做 橋啦 什麼的 我現在只有先蓋車站而已 那城板站就這樣子 普普通通的 接下來我們到比較 特殊的終點站吧 日經 最後一站 日經 終於很高興 兩凱通線 終於快要到 終點站啦 門關起來啦 那我們可以出發啦 這個也是很漫長的旅程 就是經過 不知道 好幾個月半年喔 還是兩三個月而已 忘記了 那麼 這一站要注意一下 因為 終點站會有 非常嚴格的 速限 所以 我們要小心的看好 好幾個月 好幾個月 80 我開到75就好了 75上下欸 因為這邊馬上就變回75了 這裡沒辦法看風景了 馬上降到60有沒有 快到終點站 我就把速限縮得很短 基本上這邊都是蠻圓啦 所以沒什麼 我們終於到了 終點站啦 這裡就慢慢滑過去了 還有豬在等車 登登登登 欸豬跑到中間了 不行 好啦可以停車啦 終點站日金 好啦 那我們到啦 這邊就是 南海中央線的 其中一個終點站 日金 日金站呢 它就是一個 地上車站啦 就沒有像 前幾個都是高價的 然後呢 這邊出口很多 因為 再大家看一下外面好了 喔 超亮的 這個車站蠻特殊的 它 有點像棕樓的結構 可是又蓋的是不像 對 這就是 我蓋的 沒辦法 蓋出來才發現 哇靠這什麼鬼 然後呢 這同樣都是從 用石音那種 白色系的 可是呢 我也不是只用一種 石音磚 我是把它三個 三個紋路的石音磚都用上 然後呢 這邊有個出口嘛 那麽 蓋中樓的好處就是 在這個部分的地方 它的 屋頂會挑的比較高 感覺上空間感覺不會那麼狹窄 因為你畢竟 你看這個車站大廳的 這一區有沒有 就只有五六七八個而已 然後呢 所以這站 蓋了150公尺長之後 整個可以發揮的空間就蠻多的 然後這個是販賣機 那麼這邊當然也有那個 喔 那麼 那個通道可以看到 日經下面一樣也有河流啊 就超多河的 不知道為什麼 有沒有在這裡 可是這條比較小一點 有沒有可以從這邊 讓水過去 這邊真的是個多水的區域 所以 現在受不了 那麼 日經站其實還可以做蠻多的擺設啦 只是 我現在只蓋了車站的部分 有沒有 然後這邊有做橋可以過去啊 要城市化也是可以的 然後呢 這邊就是 我是用砂岩半磚嘛 當作 月台的屋頂 其實我用這個材質包就蠻喜歡 跟這些半磚啊 或是石磚的顏色 看起來比較現代一點 好啦 那麼 喔靠 靠那個 縮短板的 北捷 放在這個車站裡面 就覺得好像可以再加強喔幾捷 喔那這裡 應該可以下去 只是呢 因為 日經啊 它的北邊就是一座大海域了 所以可能沒辦法再蓋下去 對 這邊肯定是終點了 有沒有 所以呢 兩海中央線如果要繼續延伸 就只能從 西城野那邊啦 那麼這邊就不行了 這邊我就把它定義做真正的終點站 然後呢 鐵軌擺設什麼的 就可以再做一些什麼 幾乎段啊 什麼的 修理場 都可以啦 喔對了 那個 藍凱中央線的 機場都還沒告訴大家在哪裡 那之後呢 有時間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OK 日經 終於到了 這個藍凱中央線的終點啦 那麼 今天的內容就是這邊 這個時間是滿長的 OK的 那 下一集 我們會再從 岩鋼町站重新出發 然後到西城野站 就是 藍凱中央線的最後一集啦 那麼這集是到此第二 所以大家再開始期待下一集吧 那我不知道可能會蓋三個禮拜 也有可能 因為那邊 地形也不是很好蓋 所以有可能會像 這一集和上一集一樣 就花三個禮拜才能蓋一次 不過沒關係 總是會讓你們等到的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发開動了 那我們來就說 什麼啦 來說 的 是 小蟻 還有 你 好像 可能 by bwd6